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一集 云深不知处 静矢 药香混合着丝丝血腥味 飘散在室内 床障旁边的水盆架上 搭着一块还染着血的白色帕子 蓝忘机脸色苍白地趴在床上 眉头紧簇 微弱地呼吸浅不可闻 额头上还不时地渗出冷汗 这时 静室外传来人言低语 则无君 乱葬岗 先生已经带人 那魏无羡只怕是难逃 魏无羡三个字一出 床上的蓝忘机手指微动 半晌后睁开了眼睛 蓝熙尘端着水盆进屋时 就看见弟弟正挣扎着 从床上坐起来 要去拿床头编的避沉剑 蓝熙尘先是一息转瞬又急道 忘机 你干什么 蓝忘机一把抓住 伸手过来扶着自己的胸掌 声音抖得有些不稳 道 魏英 你们要去乱葬岗 蓝熙尘的心一沉 看着弟弟身后 已经开裂的戒边伤口 很想骗他一句 你听错了 又或者 直接打晕他 但是 所有的想法到了最后 都化作了一个动作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蓝忘机眼中闪烁着 前所未有的决绝和执拗 胸掌 带我去 踩着朔月剑上 蓝忘机的上身扶在兄长背上 默默在丹田处积蓄灵力 想了一切可发生的后果 做好了一切的打算 唯一没算到的是 他来晚了 或许是 他的潜意识里 就拒绝这个结果 看着眼前一地的温家人的尸体 听着悬门百家欢呼着 魏无羡死了 大快人心 死得好啊 蓝忘机只觉眼前一黑 鲜血冲口而出 直接喷在了魏无羡生前画的阵法上 但是 已经兴奋过头的悬门百家 无人注意这边刚刚到来的蓝忘机 都纷纷欢呼着冲进浮魔洞里 打算瓜分魏无羡的遗产 争 得一声鸣响 避沉出窍 忘机 蓝忘机面无表情地 挣脱开自家兄长的手 他不能 绝不能让他们 就在这时 点点生机从大地破土而出 本来阴云密布 常年不见天日的乱葬岗天空中 竟然透出了一丝光亮 正在冲入浮魔洞的众人 察觉有意 纷纷迈下前进的脚步 这丝光亮慢慢放大 越来越大 直至整个天空 忽然 人群中不知是谁惊呼一声 众人的视线 又从天空转移下来 却发现 乱葬岗的地面 不知何时 已经是一片绿意 甚至还有些许的 无名小花点坠其中 在风中摇曳着 众人不约而同地 平住呼吸 惊奇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不知从哪来的 如影火虫大小的金光点 飘散在空中 慢慢地 一点点地汇聚在浮魔洞前 那位无限被万鬼撕咬的地方 蓝忘机的心 有些颤抖 魏英 是你吗 汇聚的金光越来越多 空气中似乎还飘散着香气 悬门百家的先手 原本刚刚放下来的心 呼得又提了起来 聂明觉得手 缓缓放在坝下的刀坝上 眼睛微眯 金光扇脸色忽明忽暗 不知在想着什么 江婉淫手中紫电的光芒大盛 眼睛死死盯着那金光的惠极处 而此时的蓝起人 却看见了众人最后面的自家者 脸色大变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是看蓝忘机 还是看那团金光 而其他的小世家 却没有这四家臣的筑器 惊诧有之 亥然有之 然而更多的却是亥然 因为他们怕 怕怡灵老祖没死 这团金光的凝聚速度很快 从众人发现到 现在不过一刻钟的时间 已然是快有半人高了 终于 人群中 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 骤然抱贺一声 提剑就向金光刺去 这人的举动 就向多米诺骨牌 牵一发动全身 聂明觉抽刀出鞘 金光扇闪身一躲 给那人直直地 让出来一条路 将婉淫的紫电 已成边状 而这边的蓝忘机 瞳孔矩阵 扑身上前 却被早有准备的 蓝起人一把蓝下 发生的事情虽多 却是在一瞬间同时完成 速度之快 根本让其他人没反应过来 而就在下一瞬间 那团金光轰的一声 疏然爆开 一股强烈 却纯净至极的灵力 将在场的所有人 齐齐震飞出去 灵力高深的先手们 在飞出去数米之后 将将能把身子稳定住在 乱葬岗山顶的入口 蓝忘机则因为被先前 被拦起人拦下 而被自家叔父 直接带着落在了地上 没有像其他 灵力低微的修饰 做满地葫芦 滚到更远的地方 众人悍然抬头 只见前方拂摸洞前 那未无限身死的地方 升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焰 直冲云霄 还不等众人看清 一声嘹亮的凤鸣 震惊了所有人 一只带着金色霞光的凤凰 在这火焰中 直冲云霄 原本就已经晴朗的天空 此时已经是霞光漫天 百鸟来潮 此时下方所有的人 包括蓝忘机在内 都已经呆滞了 只有蓝起人喃喃自语道 这是凤凰 浴火涅槃 说实话 这群人虽说都是 是修仙之人 但是像龙啊 凤啊 这类的祥瑞仙兽 却从来没见过 也就是蓝忘机 在玄武洞中和魏无限 见过一只静神失败的玄 嗯 王八 其他人还真没见过 见过的凶兽厉鬼 倒是不少 所以 众人又是一时间呆滞了 或者说是被震惊的傻眼了 直到 那只冲天而起的凤凰 在高空中缓缓现出人形时 才有人渐渐地缓过神来 而他们缓过来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 这只凤凰变成了人 而是因为 这只凤凰不仅变成了一个人 还是一个他们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人了 正是 怡陵老祖 魏无限 此时的仙门百家 已经被震惊到 瞠目结舌的地步 竟然是一片静默无言 魏无限一边从凤凰的形态 变成人形 一边偏然下落 蓝忘机紧盯着魏无限的脸 一时恍然 那张脸似乎是他 又似乎不是他 记忆中 那少年有着明媚的笑脸 也会对他怒目而视 却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本来的白皙的脸 此时好像更加银白透亮 脸颊上被周身的火光 映射出一丝红蕴 一笑就犹如一弯心悦的眼睛 此时却闪烁着意义光辉 直视前方 神情肃穆 圣洁的犹如神奇将士 让人心生顶礼膜拜之意 而此时 那些心理素质不强的小修士 早已是跪倒在地 不知是惧怕 还是生怕亵渎 一边磕头 一边口中忙不迭地道 仪陵老祖生鲜了 仪陵老祖生鲜了 在离地面 还有两三米高的距离时 火光骤消 在魏无限的身上 凝聚成一身红色滚金边的华服 落地 魏无限眨了眨眼睛 他醒了 虽然说刚才在天上的时间 他就醒了 但是在清醒的那一瞬间 太多的记忆一下 全部的涌入脑中 冲击得他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也就是说 直到此时 他才真正地清醒 看着魏无限在自己 几步之遥的位置落下 聂明觉终于忍不住大喝一声 魏无限 你搞什么鬼 蓝忘机的手 再次握上避尘的剑柄 默默准备 没想到魏无限仿佛没听到般 原地转了转 仿佛在打量这个地方 魏 无 限 江婉淫手中的紫电紫光大胜 加着电光就向魏无限抽去 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 蓝忘机已经是信手一番 避尘在手 闪身而出 剑身上扬 电光火时间就拦住了紫电的去路 忘机 蓝忘机 韩光君 不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蓝忘机站在魏无限身前 虽脸色惨白 却是窥然不动 屹立如山 眼看着蓝忘机又要去救魏无限 蓝起人气得险邪要口吐鲜血 可是还没等他吐呢 整个人就僵住了 准确地说 是所有人都再一次僵住了 因为所有人就眼睁睁地看着 站在蓝忘机身后的魏无限一个转身 从蓝忘机的身体中穿过了 穿过去了 蓝忘机也是有所感觉的 缓缓地转身 试探地伸手去拉魏无限 果然 又穿过去了 蓝忘机的呼吸 顿觉一致 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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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忘机的双目赤红 丝毫不顾及众人的眼光 不可置信地伸手 又要去拉魏无限的衣袖 却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忘机 蓝西辰终于忍不住 上前拦住了再次要伸手的蓝忘机 金光善好像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有些发抖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反倒是他身边的金光瑶冷静些 走了两步 来到蓝起人的身前 低声问道 蓝先生 这 蓝起人也是震惊半想说不出话 缓缓摇头 他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聂明爵士实干派 直接冷哼一声 大不上前 也伸手去抓魏无限 他大喝道 魏无限 不管你搞什么鬼 我都不 他的话 戛然而止 聂明爵的结果和蓝忘机是一样的 穿体而过 而眼前的这个魏无限不仅摸不到 仿佛也看不到 听不到说话他们一般 助理原地 貌似在发呆 他们和眼前的魏无限 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结界 将他们划分为两个世界 而事实上 也确实是如此 魏无限落地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一片生机盎然 空无一人的山谷 而他助理原地 也不是在发呆 而是在思索两个问题 一 这是哪 二 我为什么会在这 原来的乱葬岗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魏无限一时没认出来 也实属正常 而后面这问题就复杂了一点 首先 他记起了自己是谁 他是魏无限 上古三大神族之一 凤凰一族的太子殿下 凤族的凤少君 未兼任凤帝之位 下凡历劫 历经六世 时尽千年 此时算是功德圆满 神魂归位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二集 然而 这个刚刚想起来 脑中却莫名其妙地 闪过了另外一念头 那凡间的我是死了吧 也不知蓝湛那个小古板 会不会伤心 你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魏无限抓头 我为什么会在这 不应该是在凤七谷的 昭阳殿里醒来吗 这又是哪 思绪在脑中东拉西扯的 简不断履还乱 魏无限叹了口气 算了 既然想不明白 那就不要想了 已经神魂归位 还是先回家再说 免得父亲母亲担心 这般想起 心念微动 玄机腾身而起 化作一道绚丽的流光 冲天而起 看着魏无限飞身离去 还来不及伤心的蓝忘机 和仙门百家 竟然纷纷身不由己地 琪琪跟着飞入了高空 所有人同时倒抽一口冷气 这是什么情况 已经身处空中的仙门百家 先是一阵的惊慌失措 然后在自家家主的带领下 慢慢平息下来 毕竟大部分的人都是金丹修士 都有过遇见飞天的经历 还不至于惊慌到何种程度 但是依然有人忐忑不安 明知前面的魏无限 可能听不见 看不见 自己也碰不到他 还是暴躁 愤怒地抽剑向魏无限赐去 当然无一例外地扑空而过 而这群人中 唯一例外的便是蓝忘机 蓝西尘死死抓着弟弟 不让他冲动行事 一来 仙门百家军聚在此处 蓝忘机太过回护魏无限 恐怕大家看出端倪 二来 蓝忘机身上还有伤 可是 蓝忘机却很是奇怪的 没怎么动 不知是因为 知道他们伤不了他 还是因为伤口疼 总之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带他们飞在空中的魏无限 神色似乎也轻松了一些 脸色也没有那么白了 各色校服的仙门百家 犹如一盘五彩的沙子 视剧是散地乱了一会 终于是停下了 他们发现 这似乎是一个结界 一个以魏无限自身为中心的巨大结界 他们可以近距离地看着魏无限 却不能离他超过五十米 否则就会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反弹回来 似乎是闹得累了 有人终于支持不住向下栽倒 一屁股坐在这看不见也出不去的结界上 仙门世家的仙手们不约而同地聚在了一起 自成一个圈子 金光善首先开口问道 蓝老先生 您博学广计 可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蓝启仁犹豫了一下 才道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古籍中从未有过记载 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金光瑶开口道 我觉得 现在的情况无非是两种 见众人的眼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继续道 一 这是幻觉 仪灵老祖擅长画幅 能制作出迷惑人心的幻境浮转 也不是没有可能 聂明觉冷笑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一个区区的幻境 我还怕它不成 蓝溪尘微微醋眉不语 蓝望鸡则是好像没听见一般 面沉如雪 一言不发 第二种呢 一直没有说话的江婉吟 此时开口了 第二种嘛 金光瑶脸上的神色愈加严肃 那就真的是仪灵老祖生仙了 未无限飞行的速度极快 极高 众人说话间 便已是飞越了千山万水 来到一处山谷处 说是山谷 不如说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山脉 这座山脉极其雄伟壮丽 连绵数百里 从空中远远望去 有不少奇珍异兽奔走其间 呼得有人惊呼道 这 这是雀山 咱们这是到了南荒 这些人均是出生在东荒 四海八荒中 也只是在本土上行走 其他荒地倒是去得很少 能认出这是什么地方 也是在典籍中见到的 兰起人四周打量了一番 道 又难尽千里 其上多金玉 又有珠木生长在这里 应是雀山无遗了 有一小辈问道 珠木 蓝先生是说这些树 一味资历较深的世家家主道 这是一种只记载在典籍里的树 树干为珠红色 树叶的形状为祥云 被视为吉祥的代表 千年成熟 魏无限正好降落在一棵珠木的树叶上 祥云红衣 偏然若鲜 蓝西尘深吸一口气 道 这种树生长在丹学山中 众人皆是一片哗然 稍稍有些学识的世家子弟 都知道丹学山是什么地方 那是传说中凤凰的栖息地 魏无限从树上落下 唇角微微扬起 回家了 他已经有千年不曾回来了 虽说以前在昆仑须拜师学艺时 也是千年万年才能回来一次 但是心境却大有不同 他不愿飞进去 只想一步一步地好好看看自己的家 谁知 刚一脚踏入山谷的入口 便见到凤族子民 竟然整齐怀疑在谷口列队 队伍最前面的青年 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侍卫长 淮西 淮西一见到他的身影 喜色漫上眉梢 抬手示意 身后众人与他自己一起单膝跪地 守直凤族最高拜礼 齐声喊道 恭迎少君回宫 恭喜少君历劫归来 从此授予天齐 这声音响亮而整齐 瞬间便传遍山谷的每一个角落 别说仙门百家了 连魏无限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定了定神 有些哭笑不得地 快步上前扶起淮西 又是以他身后的凤族子弟起身 才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淮西干咳一声 笑道 这不是知道少君您功德圆满 大家欢喜高兴 就来迎接您了吗 魏无限有些疑惑道 是吗 不就是下凡去立个节 至于吗 淮西忙不迭地点头 他总不能说 是因为凤帝怕儿子一回来就又跑了 才派这些人前来赌人的吧 虽然心觉不对 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只好点头道 你们有心了 都散了吧 那些凤族子弟齐声道 是 便又是对着魏无限行礼 才转身散去 走吧 魏无限带头向前走去 要先拜见父亲母亲的 再说节界里的仙门百家 此时众人脸上的神色 可谓是五花八门 不对 应该是五颜六色 能修仙的 自然不会太傻 从刚才这些人的举动来看 这位无限可能本来就不是肉体凡胎 而是这凤凰一族的某位身份高贵的人物 在凡间 关于神仙的记载本来就少 关于上古三大神族的记载就更是少得可怜 自然不知道这少君便是太子的意思 若是淮西直接叫出太子 这些人恐怕会更加震惊吧 其中一位家主面露恐惧之色 牙关发颤的道 这 这 这可如何是好 要是那位无限邪私报复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都不淡定了 听着这些人乱糟糟的吵嚷着 蓝起人柔柔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大喝道 别吵了 或许是蓝起人的资历摆在这 又或者这些人里大部分都在云深不知处 被他教导过 骨子的畏惧还是在的 这一声大喝还真见笑 瞬间就安静了 蓝起人深吸一口气 道 不会的 若这位无限真的是一位神族 他是下凡来历劫的 那就不会来找你报仇的 金光善连忙问道 为什么 其实 他才是最担心的那个 蓝起人叹气道 点击中记载 尚先下凡历劫 就是为了要体验人世间的各种苦难 非生后 自然不会难为凡人 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其实在他心中 还有另外一件忧心的事情 却无法证实 就在众人说话间 魏无限已经来到了山谷的深处 凤凰一族真正的住处 九七谷 在这座山脉中 最漂亮的那座山上 耸立着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 因为凤凰这一脉血脉不多 所以所有的凤凰族人都住在这座宫殿里 而那里的最高处 便是凤第一家居住的宫殿 昭阳宫 凤族的宫殿 不似龙族建在九天之上 气势磅礴 雄伟奢华 而是追求实用与美感 所以整座宫殿 都是坐落在这仙山中 既以山中树木为园林 又以那最漂亮的返魂树为木材 建筑公寓 一路上 仙门百家大开眼界 看到了不知多少以前 只在书中记载过的奇花异草 简直眼花缭乱 美不胜收 魏无限来到一座宫殿前停下 整理一下衣巾 聊起下摆跪下 三寇九拜地来到门前 朗声道 孩儿今日历劫归来 特来向父亲母亲请安 在他跪下的同时 门前的侍卫 和一众身穿粉纱的公鹅们 躬身策退 店门开 走出来一位身穿白纱金线滚边 绣口处绣了金丝羽毛的女官 避开魏无限跪下的前方位置 从侧面脊步上前 笑意盈盈地道 少君回来了 快起来吧 地后都不在 看着眼前这女官 魏无限眉眼俱笑 站起来问道 我爹娘去哪了 这女官名叫伊云 是魏无限母亲的贴身侍女 从小将她带大 视她为亲子 伊云道 你父亲带着你母亲出去云游了 刚走 魏无限脸上一黑 怪不得 爹啊 您真是我亲爹 看着她的脸色 伊云忍不住笑道 好了 你早晚也是要继承这个位子的 更何况你之前就代理过朝政 别孩子气 魏无限苦笑道 好 既然父母不在 她就回寝殿吧 千亿殿 魏无限的寝殿 连轰摇接汗 非官炯灵须 云日隐层阙 风烟出起书 寝殿的前门 一众身穿粉纱的公鹅们 整齐地站着 静等这座宫殿主人的归来 看到魏无限时 一众公鹅在一名看起来 像是女官装扮的年轻貌美女子 试一下 一起躬身行礼 魏无限看到她 心中更是亲切万分 同样伸手扶起她 笑道 锦叔姐姐 你们再这样多礼 我可真的要跑了 这也太隆重了些 锦叔 魏无限的贴身侍女的女官 与魏无限和淮西三人一起长大 锦叔掩不住眼中的喜色 道 要的要的 少君历劫归来是大事 魏无限笑着摇摇头 一脚踏在这店内白色淋浴砖上时 却有种想转身就跑的冲动 只见好几落的奏章文书 就那么稳稳地放在她会客厅的桌子上 爹啊 您就是这么欢迎我回家的吗 下意识就想开溜 悄悄后退一步 却听见后面的淮西疑惑道 少君 魏无限叹了口气 任命道 锦叔 我有些累 要先沐浴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批改文书 行吗 锦叔应声而去 向身边的公额吩咐几句 便随着魏无限进去了 魏无限这寝殿极其之大 说是寝殿 但是会客厅 书房 卧房与浴室一应俱全 店前的第一个屋子 便是会客厅 屋中布局 倒是与凡间的名门世家会客厅 一般无二 只是这里的桌椅甚是美丽 仙门百家有不少胆子的人 在魏无限进来之前 就踏入店中 看得嘖嘖称奇 金光瑶指着一张椅子 问道 二哥 你可知这是什么材料 这些桌椅应是同一种植物制作而成 通体为橙红色 虽说是已经做成了桌椅的样子 但是各种边缘处却有一簇簇淡蓝色的花朵浮动 极为神秘灵动 兰西尘想了一下道 这应该是上古传说中的返魂树 传说这树与枫树类似 但是开花 花开时香气可达数百里 闻之 有起死回生之效 旁边的人均是听得吸气 这样的宝树要是凡间 恐怕是藏起来的心都有 这里竟然坐了桌椅 有的人心中暗叹 果然还是做神仙的好 有的人心中暗自可惜 看不到摸不到 否则吸两口这返魂树的香气也好 不过这些人也停留没多久 便被魏无羡带着巷里走去 走过茶香古运的书房 来到真正旧寝的屋中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三集 魏无羡直接来到一架 红玉珊瑚屏风的后面 从后面上来两名公鹅 恭敬地为他宽衣脱靴 仙门百家中有人酸道 就算是神仙 这也太过奢靡了些吧 神仙不应该是清心寡欲的吗 有人立即附和道 就是就是 这一屋子的美貌仙子 他魏无羡算哪门子的神仙 蓝溪尘有些紧张地盯着蓝旺基 只见他神色冷淡 敏唇不语 虽说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蓝溪尘还是心中暗笑 旺基不开心了 不过说实话 这有点冤枉魏无羡了 首先 他三万岁成年之后 便在昆仑须拜师学艺 很少回着 其次这一代的凤帝凤后的子嗣不多 就两一个太子一个公主没了 这不就很多人来伺候一个了吗 屏风后魏无羡刚刚拖到中医 只觉背脊发凉 莫名不想让公额再为他拖了 便挥手让人退去 穿着中医披散着一头黑发 赤着脚走向殿的更深处 在凡间的时候 魏无羡便是世家公子榜上第四 有着风神俊朗的美名 如今飞升回归仙界 用了自己原本的肉身 面容上倒没有多少的改变 只是气质上大有不同 这白衣 墨发 赤足 更显得是飘逸出尘 俊美非凡 这座寝殿的最深处 是御室 或许是知道魏无羡要干什么 出于礼教 仙门百家在门口纷纷停下了脚步 不欲进去 没想到 人算不如天算 依旧被扯进去了 进门的一瞬间 女修们纷纷惊呼出声 捂住了眼睛 有些修养的男修们 也都闭目不关 但是总那不矜持的 闭着眼睛的众人 听见周围同伴的惊呼声 你们快看 出于下意识的反应 众人纷纷睁眼 下一瞬也是跟着大呼惊奇 这浴室足足有百丈大 难怪会被魏无羡扯进来 而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长方形深不见底 云雾缭绕的大浴池 占据了这个屋子的九成空间 布置也很是简单 进门处是一架白玉流云的屏风 屏风后摆着一张贵飞踏 和一个小茶几 十个左右的公额来回穿梭 将一些鲜果 酒壶 茶具和点心 摆在浴池入口的地面上 公额的速度很快 摆放结束后便躬身后退出去了 留下的只有锦叔和淮西 倒是不见魏无羡的影子 一众公额后退 门被关上 淮西十分熟练地后退几步 退到墙角的位置 就开始闭目养神 锦叔提起裙摆坐在了池边 开始煮酒 烹茶 这两人的动作十分娴熟 仿佛已经做过千万次 闭着眼睛都能做到一般的行云流水 然后便是安静 十分的安静 这屋中热气翻腾的水池 虽说是占据的九成的地方 但是剩下的一成占地也不少 足够仙门百家落脚 而不至于落到池子里 说是仙门百家被带了上来 其实不过是百家的各家家主 还有一些自家的心腹 和得意弟子之类的人罢了 围剿之后 普通的弟子都已下山去了 再加上魏无羡涅槃的时候 轰飞一些人 真正被带来的 不过是离魏无羡最近的几十人 当然 也有那无聊的人士 真有去试试 能不能掉到水里的 结果自然是净花水月 看得见摸不到 抱着寄来之则安之的心里 金光瑶倒是安然处之 一会看看这 一会摸摸那 这时只听他惊呼一声 你们快来看这墙 怪不得这间屋子里 没有烛火 没有夜明珠 依旧明亮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似乎也才反应过来 是啊 这间屋子没有窗户 外面的阳光照射不进来 却也没有烛火和夜明珠 这类的照明物 难道是因为这墙 江婉淫看着墙 瞇了瞇眼 道 这是明金草 明金草 在凡间深受修饰人士的追捧 因为它会发亮 尤其是折断处 光亮更为耀眼 还可以照清周围的鬼魅 如此质宝 人间难得 没想到 这里竟然是把磁草碾碎后 涂抹在墙上 所以这里不燃蜡烛 依旧明亮 众人一时间 竟然相顾无言 或许是震惊了太多次 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 就在此时 水池中间末地冒出一盆水花 赫然是魏无羡 魏无羡甩甩甩脸上的水 慢慢地向锦书游了过来 看见魏无羡过来 周围的女修又是一阵惊呼 纷纷遮掩 不过他们可能想多了 魏无羡只是露出一个头 身体都在水里 半分未露 而且水池里云雾缭绕 也根本看不清什么 魏无羡看着地面上的东西 问道 这都是什么 锦书笑道 这些都是这千年来 新送咱们宫里的东西 拿来给您尝尝 魏无羡点点头 锦书便拿起手边热好的一杯酒 递过来道 这是天宫送来的果酒 说是用天宫里果园里的果子酿的 您尝尝 魏无羡接过尝了一口 皱眉道 这哪里是酒 都是果子味 太清淡了 还没有天子笑好喝呢 拿去给念念吧 锦书点头回道 是 天子笑 人间的酒 提到天子笑 魏无羡的眼前就是一亮 刚要说说这酒 却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蓝望鸡 神情旋即又黯淡了下来 蓝 望 鸡 魏无羡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个名字 心中涌起了古怪的滋味 不知为何 他历经千年轮回回归审位后 想得最多的竟然是这个小古板 此时他在心中反复念着名字的那个人 正站在池边 温柔地看着他 站在蓝望鸡身后的蓝西尘 此刻没有心思去欣赏仙界圣景 时时警觉地看看自家弟弟 可是现在看着弟弟的背影 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锦叔侍奉他上点心 看他神情不对 很自觉地不再问下去 静静等待着小主子自己思索完 魏无羡揉揉太阳穴 道 我没有胃口不想吃 锦叔 你给我揉揉头吧 锦叔点头称是 放下点心盘子 用手帕擦进手 魏无羡转过身 将头搭在水池边上 锦叔的玉纸按上了他的头部 轻柔地按摩着 锦叔的动作很轻柔 魏无羡被按得昏昏欲睡 却又不想睡 找了话题道 这些年 仙界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锦叔思索了一下 道 咱们这没什么事 倒是天族和青丘那面挺热闹的 你要听听吗 魏无羡顺口道 说吧 魏无羡的母亲是青丘湖后的亲妹妹 再加上他家老祖宗哲言上神的关系 他自幼呆的最多的地方 除了家里和师门 就是青丘了 锦叔道 您还记得天族二皇子桑吉 和咱们姑姑的婚事吗 记得 魏无羡顺口问道 怎么 终于定下日子要完婚了 锦叔摇头道 没 那二皇子和姑姑退了婚室 听到这话 魏无羡有些混沌 脑子终于清明了点 想着自家表妹的性格 道 小五本来也不喜欢那桑吉 退了就退了 怎么就成了热闹的事了 说到这 锦叔有些愤愤地道 要是咱家姑姑退婚 自然没什么 但是是那二皇子提出的退婚 不仅要退婚 还要娶了姑姑 动中的那条小八舌 简直是欺人太甚 什么 魏无羡叔弟睁开了眼睛 仙门百家君是竖着耳朵在听 他们以往知道仙界中的事 都是史书上记载的 还不知真伪 如今能亲耳听到这等仙家密事 自然是好奇之极 或许 连仙门百家自己都没发现 不知不觉中 他们已经默认魏无羡是非生成仙了 魏无羡作证身体道 怎么回事 怀惜几步上前 行礼道 少君 属下知道一些内幕 魏无羡微微仰头 示意他快说 怀惜道 这件事刚出的时候 凤帝和凤后找了折颜上神 问过来龙去脉 据说 三百年前 天君曾有意让姑姑和二皇子成婚 便下旨让他去青秋住些日子 和姑姑培养感情 结果 姑姑对他避而不见 让那条小八蛇来接待他 然后就 嗯 语言简单明了 结果不言而喻 魏无羡的神色有些古怪 听得怀惜继续道 那二皇子倒是也大胆 直接将那条小八蛇 就带回了天宫 事情败露后 还要天君给他一个名分 天君大怒 直接将桑极贬到北海 做了水君 还下指让绍心 永生永世为妾 不得扶正 听到这里 魏无羡脸上的神色稍缓 道 是挺热闹的 小五自己怎么说 锦叔叹了口气 道 我的绍君 这事还没完呢 魏无羡差一道 还有 锦叔点头道 是啊 白纸帝君自然不能让姑姑 白白受辱 就写了折言上神 去天宫讨说法 结果 那天君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竟让他的孙儿 天族天子叶华君 再与姑姑订婚 扑 一口刚入口的茶 一滴没剩的 从魏无羡的嘴里 喷了出来 锦叔连忙拿起锦帕 给他擦嘴 被魏无羡一把拦住 急忙问道 天族太子 叶华君 哲言和一父同意了 一连三问 锦叔连连点头 然后 只听见魏无羡发出了 惊天动地的笑声 笑得他手直垂着水池壁 池子里的水花 随着他那放肆的笑声 哗哗作响 站在他一旁的 蓝忘机袖中的手 蜷缩又张开 眼中似乎也闪着笑意 看着魏无羡笑得开怀 一旁的怀夕和锦叔 似乎也被感染了笑意 纷纷扬起嘴角 锦叔笑道 这天君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就这么想和青秋联姻 魏无羡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 勉强止住笑意 道 七万年前的那场大战 天族损失太多 自然要拉拢一脉神族作为支援 青秋是首选 想了想 又道 不过 那天族太子也挺好的 抛去辈分不提 相貌好 有才华 有家世 有能力 还是未来的天君 配咱们小五 可以 辈分 听到这里 仙门百家似乎是明白了 魏无羡为什么笑了 马上 他们就证实了这个猜想 魏无羡又忍不住笑道 就是年纪小了点 小五要是在正经的年纪成婚 都能做他的祖母了 仙门百家都吸一口凉气 祖母 怪不得魏无羡要笑 这婚约有些荒唐了吧 蓝启仁的反应最为明显 他既要坚持家训背后不可与人是非 况且还是那九重天上天君的是非 还要忍住不发脾气 着实有些辛苦 脸都轻了 魏无羡突然就来了兴致 一拍池壁 道 走 怀惜 怀惜一正 道 去哪 魏无羡笑眯了眼 去看热闹 眼看着魏无羡就要出来 仙门百家中的女修 又是一群兵荒马乱的花容失色 男修们纷纷唾弃魏无羡 在锦叔面前赤身裸体 视为无耻 但是 他们又想多了 还没等女修们捂好眼睛 男修们唾弃完 他们就惊奇地发现 魏无羡脖子以下的身体部位 每露出一寸 就会出现一寸白色的颈部 分步不离地遮盖住他的身躯 一丝一毫都没叫旁人看了去 仙门百家为之称目皆舌 这是 一位泽海而居的家主 颤声道 这是 胶丝 金光扇与他相熟 问道 什么是胶丝 那人咽了咽口水 道 在海边有一个传说 相传 海里住着一种白色的蛟龙 每千年退一次皮 而他退下来的皮可做成贴身衣物 不仅柔软舒适 更是遇水则饮 遇火不烧 一般的仙剑 更是斩不断刺不穿 除了一些人比较震惊 这件衣服的宝贵之外 还有一些人则是隐隐猜到了 魏无羡的身份 给魏无羡整理衣上的 锦书几番欲言又止 魏无羡看看他 道 你想说什么 锦书正色道 锦书心中有一个压了好久的问题 今天既然少君问起 那锦书就问了 魏无羡点头道 问吧 锦书道 刚刚少君说起 叶华君和姑姑很相配 难道您不觉得 自己和姑姑 才是最相配的那个吗 听到这句话 不仅仙门百家竖起了耳朵 蓝忘机的眼睛 也是一眨不眨的 看着魏无羡 魏无羡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锦书想着 既然说了 不如就都说了 继续道 论家事 您是凤帝嫡子 姑姑是胡帝嫡女 论相貌 姑姑是四海八荒第一美人 您也是这天上地下有名的美男子 论年纪 您更是和姑姑青梅竹马 昆仑须一起拜师学艺几万年的师兄妹 羽衣族的那场大战中 你们更是一起出生入死 你们才是最相配的 不是吗 听着锦书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众人的脸色各异 仙门百家终于知道这少君为何异了 这是太子的意思啊 刚刚消除怕被魏无羡报复的心态 瞬间又提了上来 蓝忘鸡则面无表情地继续凝视着魏无羡 魏无羡沉默了一下 拍拍锦书的肩膀道 人间话本子里有一句话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你说得对 不管怎么看 我和小五都很相配 但是 我们没有情 怎么一往而生呢 对于 看惯父母亲亲我我 你浓我浓的魏无羡来说 很难接受没有爱的婚姻 白潜亦是 魏无羡的这番言辞 听得锦书一正 眼看着魏无羡向外走去 才缓过神来 急忙道 少君 等等 魏无羡道 怎么 锦书脸上的神色 已经恢复了过来 一边继续给魏无羡整理衣物 一边道 您要是去找姑姑 可以去东海 东海水军的儿子办满月宴 将帖子递到了青秋 咱们这也有 怀惜道 锦书 姑姑不爱去这宴会 锦书没看他 选了一套月牙白的广袖长袍 伺候着小主子穿上 才道 可是 姑姑接了帖子的 怀惜一脸震惊地道 姑姑几万年不曾出过青秋了 这东海水军好大的面子 魏无羡略意沉吟 道 我想起来了 当年姨母生 小五的时候难产 幸得东海水军家的稳婆帮忙 让姨母少吃了苦头 这个情要还 小五自然要去 这时 锦书已经拿来了东海的请柬 递给魏无羡 并让他坐在梳妆台前 那梳妆台前架着一座屏风 看样子 应是魏无羡起居的地方 悬门百家便在屏风后驻足不前了 这点教养他们还是有的 屏风后 人影绰绰 魏无羡打开请柬细看 锦书则忙着给他竖发 搭配发饰和腰坠 他的身份尊贵 去东海赴宴 算是屈尊将贵了 倒也不必太隆重 但是人家 毕竟也是正儿八经的宴会 穿着太随意也不好 锦书自然要花费一番心思 给主子打扮的 锦书手巧 不消片刻便好了 足音轻响 悬门百家抬头望去 再一次正住了 心中纷纷暗叹 只见魏无羡头树白玉冠 一袭月白锦绣长袍 青纱外扶 银线绣成的羽翼勾勒在侧 既低调又奢华 同色同图的锦带束腰 足灯同色长靴 靴口的边缘处 坠着一圈银链珍珠 每走一步便有轻微的细响 悦耳动听 他本来就俊朗非凡 这一身打扮既没有很隆重 又很是清雅金贵 魏无羡走到门口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伸手捏了个绝 一把通体漆黑的长笛 便出现在他的手中 悬门百家看得齐齐抽气 沉情 笛子在手中悄悄 魏无羡满意道 这才对 怪不得我总觉得 回来以后少点什么 原来差点把老朋友忘了 走吧 魏无羡手中转着笛子 招呼着怀西 走出了寝殿的大门 今天是东海宴请的正日子 赫礼早已备好 出谷的时候便有人拿来交给了怀西 魏无羡飞行的速度很快 一斩茶的功夫就到了东海岸边 刚一落地 悬门百家还没缓过神 就听得魏无羡朗声喊道 小五 岸边的一位青罗广秀群的女子 默然回头 端帝是位角色美人 众人似乎也才慢慢寻着记忆想起 魏无羡口中的表妹 小五是何许人 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这上古神奇大多应结而去 在凡间的史书上 还存在的只有三族 天公龙族 青秋湖族 和最为神秘莫测 不知住处的凤凰一族 刚才在凤足驻地时 仙门百家听着魏无羡说 表妹云云并没有多想 此时看见这青衣美人才知道 原来魏无羡的表妹 就是史书上记载的 唯一一位上古神奇的女上神 白浅上神 因为她还有一个名号 甚是响亮 四海八荒第一角色 现在看来 果然名不虚传 不过 众人在一打量 私下开始窃窃私语 锦书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魏无羡和白浅站在一起 真真是郎才女貌 呃 不知为何 说这话的几人 突然觉得身体发寒 竟然说不下去了 白浅看着魏无羡来到自己身边 浅笑道 恭喜表哥历劫归来 魏无羡转着笛子 道 你这恭喜也忒敷衍了 话说到一半 只听到后面有一女子换道 姐姐兄妹二人齐齐回头 悬门百家音震惊于白浅的美貌 也是才发现后面竟然来了人 后面站着一排妙龄少女 个个锦衣华服 大约是那陆仙家的家眷 打头的是一位紫衣的小姑娘 颇为神气地道 我家公主换你 你怎的不应 语气到了后面 稍稍有些软 许是看到了 魏无羡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那小姑娘口中的公主 也是看了魏无羡一眼 脸颊一红 上前一步道 绿秀见姐姐周身 仙气缭绕 可是来赴宴的仙家 能否帮我指个路 这群女子并不是 没有看见魏无羡 只是她们是家眷 魏无羡是外男 不便搭话 而魏无羡也知这道理 所以从始至终也不曾开口 怀西更是站在她身后 努力当空气 白浅看了她一眼 魏无羡则 回了她一个随便的眼神 白浅向那公主点头道 可以 走吧 魏无羡和白浅 并肩而行 两人据事 飞升已久的上神 功力深厚 无感聚灵 只听得后面的小仙鹅们 窃窃私语着 也只得假装听不见 忽而听得一人道 公主且宽心 天后虽然已经立下了 但是叶华君定然是看不上 青秋那个老太婆的 扑 玄门百家正听得津津有味 不知为何 魏无羡却无端地发笑 金光瑶的心思玲珑剔透 很快就想明白了 指着白浅 向蓝西沉低声笑道 说的是这位 这句话一出 包括蓝启仁和聂明爵在内 都有些哭笑不得 人家白浅横看树看 也不像老太婆啊 白浅亦是横自家发笑的表哥一眼 不知一词 脚下却快了起来 不消片刻 便来到了三千尺之下的东海龙宫 可是 众人却是集体的目瞪口呆 不是说龙宫是水晶宫吗 不是说龙宫最为璀璨耀眼吗 这 这 这 外面都糊着的绿油油的是什么 或许是见不得自家绍军和姑姑的一惊一诈 怀惜上前一步 轻声解释道 东海水军听说姑姑接了帖子 怕这珊瑚琉璃瓦太亮 特意找来了青杏草扑的 白浅饿了一声 魏无羡却祈祷 为什么 白浅又是横了他一眼 递了帖子 给身后的那些公主仙娥们让了路 才拉着自家表哥向龙宫后走去 没有了外人 兄妹二人一边续话 一边就溜达到了这龙宫的后花园 魏无羡刚想调侃一下表妹这莫名其妙的眼疾 却看到前方有个身着墨绿紧袍的小糯米团子 正趴在那一人高的珊瑚上 努力地拔下那青杏草 阿怨 身体快过了大脑 还未思考 人就已经偏然上前 将那糯米团子抱了下来 那小团子惊呼一声 抬头看了看魏无羡 而魏无羡也是一正 心底暗叹 自己磨正了 怎么会想到阿怨 魏无羡放开了那小团子 柔声嘱咐道 小心些 你在干什么 小团子得了自由 又欢快拔草了去了 但是教养极好的回了句 拔草啊 我夫君说 这草下面的珊瑚 是海底顶漂亮的东西 我没见过 就想拔出来看看 看着小团子拔草的样子 魏无羡神情复杂 四喜四悲 白浅看他神情 敏锐道 表哥 可是想起在人间历劫时 认识的人了 魏无羡点头道 是啊 我飞生之前 被凡间的一众人等围剿 被围剿的人里 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 此话一出 众皆哗然 聂明觉第一个怒道 胡说 围剿的人里 怎么会有孩子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四集 江婉淫出奇的沉默不语 只是手上的紫电忽明忽暗 电光闪烁 蓝家众人也是心中一惊 蓝旺基终于开口说了上天以来的第一句话 缓缓开口道 乱葬岗上确实有一名幼童 就这么大 话虽是对着聂明觉说的 眼神灵厉地看向了金家 蓝旺基从不说谎 他说有就是有 这一瞬间 聂明觉只觉得比刚才更加的怒不可遏 大步来到金光善面前 质问道 此事当真 一向打圆场的蓝锡尘 此时也是静默不动 等着金光善的回答 若是围剿的时候有一名幼童 那他们和道行逆施的温室又有何不同 金光善此时冷汗连连 他怎么知道有没有幼童 但是围剿的时候 他信誓旦旦地说 乱葬岗上都是为无限的鬼将鬼兵 聂明觉看他这支支吾吾的样子 便知八九不离十了 抽刀便要向金光善砍去 众人一阵惊呼 纷纷出手阻拦 就算是金光善说了谎 他们有滥杀无辜的嫌疑 也不能在现在动手啊 目前情况不明 连自己怎么回到凡间都不知道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起内乱 正兵荒马乱的时候 迎面刮来一阵狂风平地而起 虽说他们在结界内 刮多大的风都无所谓 但是这风来得太大 刮得这水晶宫不仅震了三阵 连带着上面铺的青杏槽 也飞出了数十丈高 煞时间 这水晶宫怎么一个明亮了得 众人也都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明亮 晃了眼 纷纷停了手 但适应了这明亮之后 众人下意识看向了魏无羡那面 只见魏无羡兄妹 也一副刚刚适应的模样 魏无羡的手 刚刚从眼睛上拿下来 而白浅的眼睛上多出了一道四指宽的白铃附在旗上 娘亲 下一瞬 众人听得一声清脆的铜音 然后一只小团子滚进了白浅的怀中 兄妹二人 齐齐大惊 趁着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 金光扇鱿鱼一般地躲去了后面 聂明觉要追 却被蓝西沉拦下 附在耳上说了几句什么 聂明觉便重重地冷哼一声 收了刀 不再理会金光扇 兄妹二人正住的时候 那小团子紧紧抱着白浅的大腿 哭得撕心裂肺 信誓旦旦地道 娘亲娘亲 你为什么要抛下阿里和父君 阿里好想你 看着白浅一脸的猛 魏无羡实在忍不住想笑 却被身后的怀膝拉了一把 又辛苦忍住 看着表妹发来的眼刀 轻咳一声 刚要说话 却听得身后一声低沉的嗓音 诉诉 魏无羡看到来人又是一正 不是不认识 认识 只不过不明白 那人为什么要盯着自家表妹 叫别人的名字 魏无羡用笛子轻轻敲了白浅一记 低声问道 你们不认识 不是都订婚了吗 白浅很快地回过神来 但是不等他回话 来人已经抬手挑向了白浅的眼上的白绫 扶上了他的额尖 魏无羡张张嘴 下意识觉得自己不应该说话 人家是未婚夫妻 这也没什么 却听得白浅呵斥道 放肆 魏无羡额尖轻金一跳 这是不认识 他轻咳一声 打个圆场 一一手道 夜华君 按理说 魏无羡的辈分高于夜华 但是地位上 两人却平级 神仙一生不知年月 论辈分实在是论不过来 都是论地位的 所以一一手即可 魏无羡除了在青秋混得好意外 在天宫也是混得极好 因为他有一位九肉朋友 住在天宫 正是天君的三皇子 连宋 而连宋彤这位夜华君玩得也极好 他们自然是认识的 夜华看看魏无羡 又看看白浅 向魏无羡回礼道 是我认错人了 忘犯了 看着这一对父子 在小团子一步三回头的情况下 走出花园 他忍不住问道 小五 你不认识他 白浅尴尬道 不认识 不过大约能猜出来 这就是那个 后来与我定下婚约的天族太子夜华吧 悬门百家又是一片哗然 大开眼界 真是大开眼界 上天来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认识了好多大人物 兄妹二人信不向外走去 魏无羡一边走一边道 嗯 其实夜华君也挺好的 白浅看着自家表哥的神情 眯眼道 表哥 其实 你是来看热闹的吧 嗯 完了 被识破了 魏无羡正准备左孤幼儿延他的时候 看见一女子弹装素果 姿态偏鲜地向这边走来 绍兴 白浅文言回头 魏无羡则趁机向淮西打了个眼色 溜了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东海之东 有一片桃林绵延石里 漫山遍野 芳华卓卓卓 煞是好看 魏无羡出了东海 便来到这片桃林之中 看着魏无羡和淮西主仆两人 一前一后 七拐八绕地向里走去 玄门百家中有人问道 这里好像听说过 叫十里桃林吧 住着 住着哪位神仙来着 蓝起人不亏是交过玄门百家的老先生 没好气地接口道 折颜上神 凤凰一族的老祖宗 由父神亲自养大的那个上神 行吧 众人闭了嘴 这几天 什么太子公主 上神仙子也见了很多 再见一位上神也不算惊奇了 魏无羡轻车熟路地来到折颜起居的位置 只见那落英缤纷的桃树下 有一方石桌石椅 坐着一位甚是俊美的白衣青年 正在讹 啃桃子 想来便是这桃林的主人 折颜上神了 说实话 这一路上众人的震惊太多了 震着震着就淡定了 魏无羡看见那人 脚步站定 坐一行礼道 阿县见过老祖宗 唯一上条 说是参见老祖宗 但是笑意满满 有一种俏皮的味道 怀西则单膝点地 道 见过折颜上神 这个语气很是正常 蛇颜受了礼 一根指头点点石桌的另一侧 道 坐 看着魏无羡落了座 继续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魏无羡拿起桌上的正在烹煮的茶壶 倒了两杯 一杯递给折颜道 刚回来 去了一趟东海 话语简单明了 看得出来魏无羡和这位上神的关系很好 蛇颜眼睛一眯 笑道 看到小五了 魏无羡点头道 嗯 看到了 也看到了夜华君 不过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蛇颜想了想 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能道 这到底是小五的一个情节吧 话说 你的情节怎么样 需要我的忘情要吗 最后一句满满的调侃之意 魏无羡愕然 情节 听到这里 蓝忘鸡的眼中不由得黯然失色 而悬门百家 则纷纷吃笑出声 看着魏无羡的样子 蛇颜上下打量着他 道 情节过得很顺利 魏无羡缓缓了好一会 才道 什么样的节 才算是情节呢 蛇颜理所当然的道 当然是要两个人阴差阳错 爱而不得 有缘无分 甚至生离死别的才算是 你不会没经历情节吧 最后一句 蛇颜颇为震惊 魏无羡叹了口气 道 有没有历经情节 我不知 但是你说的这些 我没经历过 蛇颜书弟站起身来 魏无羡惊奇道 蛇颜 你干什么这么大的反应 没历经情节不好吗 蛇颜看了他一会 扔下一句 等着 转身回屋便是一顿翻掌 魏无羡和悬门摆家具 是一头雾水 情节是什么意思 懂 都懂 但是为什么 蛇颜是这个反应 就不懂了 不多时 蛇颜回来了 丢给他一粒药 道 吃了 从小蛇颜 便喜欢给他一些 补气培员的药 所以 他想都没想就吃了 药刚下肚 便听到蛇颜慢慢细数 一二三 折颜你 魏无羡的话还没说完 就晕倒在石桌上 怀惜默然大惊 上前一步 却被蛇颜一挥袖子 也弄得晕倒了 蓝忘机大惊失色 抢上一步 玄又顿住 不知是他想起来 自己碰不到魏无羡 还是看见了蛇颜伸手 去给魏无羡把脉 玄门百家也是惊诧万分 纷纷留意蛇颜的下一步动作 只有一只跟在蓝锡城身边的金光瑶 额外留意了一下蓝忘机 魏魏无羡把脉的蛇颜脸上的神色愈加凝重 半想 这位上神空着的另外一只手 凌空虚化 向着玄门百家的方向打出一掌 瞬间 一片金光从众人的头顶划过 宛如打开一个到圆形的拱门一般 众皆愕然 静默 一片静默 站在最前面的几人和蛇颜面面相去 一时无言 最后 还是蛇颜笑道 真的有客人 哗 众人瞬间回魂 惊恐地奇奇下跪 奇声大呼 参加蛇颜上神 蛇颜竟然看到他们了 这位上神温言道 本来我是很平易近人的 但是凡人不可直视神明 这也是规矩 我就不叫你们起身了 说说吧 怎么回事 玄门百家文言 头更低了 有些人恨不得砸到土里去 说 怎么说 说什么 说他们在围剿魏无羡的时候 看到了人家浴火涅槃 就被带着上天了 这个时候 连一向直言快语的聂明诀 都不知该怎么说了 若是之前 他还能理直气壮 但是现在他不敢了 他隐隐觉得事情不对 似乎另有隐情 蛇颜见无人开口 便道 我来猜猜 你们脚下踩的是个仙界 用来抚摸的阵法 若是我猜得不错 定是你们在凡间时 与阿县争斗的时候 被带上来的 对吗 回哲颜上神 是 回答的是蓝忘鸡 蛇颜扫了一眼 蓝忘鸡跪拜的地方 继续道 你们不用怕 我不会把你们怎样 阿县也不会 听到这里 金光扇大声惊呼道 请上神救救我们 让我们回到凡间 众人门言 纷纷附和 停 仅仅一个字 威压无限 重劫即燃 蛇颜好奇道 那阿县为何要将你们带上来 众人不敢抬头看他 只是十分统一地摇了摇头 蛇颜揉揉额头 道 好吧 不过 解灵还虚细灵人 这个阵法我打不开 忽然有人怒道 你骗人 言罢 不管哲颜和其他人什么反应 他一个剑步便冲了出去 蛇颜能看到他们 怎么会打不开这个阵法 光 那个人被弹飞了回来 重重地摔回原来的位置 众人的心脏一抽 听着都疼 蛇颜也不气 继续道 我只是察觉到阿县身上的气息有异 才查到他身上有个阵法的存在 江婉淫大急 抬头道 那我们怎么办 难道要一直这样跟着他吗 蛇颜一挥袖子 让江婉淫重新低头 才悠然地道 这样吧 我来问问他 不理玄门百家的反应 蛇颜自顾自地收回了 正在输出法力的手 在魏无羡的上身的某几处 穴位上轻拍了几下 魏无羡慢慢转醒 看了看哲颜 又看看自己趴在桌子上的姿势 埋怨道 我的老祖宗 你给我看身体就好好看 给我下面要干什么 哲颜皮笑肉不笑地道 人老了手法不好 怕你醒着的时候 竖法有误 魏无羡暗自翻了个白眼 不爱听人家 叫你老祖宗就直说 真记仇 看见哲颜收回法力 悬门百家纷纷起身 这位上神收回法力 应该就是结界又自行关闭了 还没等他暗自付匪完 就听哲颜问道 阿县 你飞升回来 可带上来什么 哲颜问得莫名 魏无羡听的后背一凉 下意识回头看去 和结界中刚要起身的蓝望鸡 四目相对 二人的唇齿尽在咫尺 刹内间 蓝望鸡脑中一片空白 明知道魏无羡看不见自己 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跳得厉害 蓝西辰反应奇快无比 一把拉起地底退后几步 悬门百家都是十分关心 自己何时能回家 自然是时刻盯着魏无羡 这一幕自然而然的也就看到了 众人的表情也是十分精彩 有淡定的只当做意外 毕竟没碰上不是吗 也有那不淡定的 差一点就 啊 啊 啊 蓝西辰实在无法直视身后这些目光 只能强装镇定 魏无羡扫拾一圈后 回头问道 带了什么 你别吓我呀 这里可是你的桃林 他的最后仪式在凡间是修饰 下意识便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五集 折颜高深莫测的道 你不知道 魏无羡抓头 我知道什么 舌颜点点头 道 好吧 我问你 你飞升回来之前在做什么 魏无羡一正 还是乖乖回道 打架 折颜又道 那你可用到了一个仙界的阵法 就是用来镇压轻魔的那种阵法 魏无羡思损了一下 点头道 用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 折颜没理他 继续道 那就对了 魏无羡一脸茫然 什么对了 折颜 你在说什么 舌颜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他身后一眼 问道 阿县 你可知阵法除了能除魔以外 还能干什么吗 还能干什么 魏无羡一边顺口回他 一边弯下腰去弄醒淮西 调情 声音不大 却听着魏无羡 却听得魏无羡撑着石桌的手一滑 险些没趴到刚刚起来的淮西身上 而淮西却是结实地又摔了回去 被他家少主按的 悬门百家中也是咳嗽声四起 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 面对着魏无羡的目瞪口呆 哲言面不改色道 这本是仙界中一个级别 不是很高的伏魔阵法 但是有一天 一位上仙却发现 在这个阵法中的某一处中 滴入一滴血后 便能以华阵之人形成一个结界 华阵之人看不到结界中中的人 但是能听到他说话 想要破除阵法的唯一办法 便是华阵之人能找到滴血之人 听着舌眼扯了一顿 魏无羡仍然是一脸茫然的道 所以 哲言向天扬了扬头 道 所以 要不你还是去天宫找一趟私命吧 问问你的情节是怎么回事吧 魏无羡仍然是一样的 魏无羡仍然是一样的头晕 实在不明白舌眼在说什么 但是他抓住了一个重点 道 你的意思是 我立得结 出了问题 舌眼点点头 道 具体问题在哪 我现在也没想明白 不如你去一趟天宫 找私命查一查命不 魏无羡仍站起身 正色道 是 我这就去 等我查明白 再来找您 哲言汉首 魏无羡仍起身而去 再说悬门百家这面 魏无羡仍听不明白 他们却能听得明白 能开启这个阵法 首先是魏无羡画了这个阵法 然后是他们中有一个人的血滴在了这个阵法上 蓝西尘长输了一口气 道 那就简单多了 哲言上神不是说 华阵之人能听到滴血之人的声音 却看不到吗 那大家一人何谓 凤少君说一句话 看看他到底能听到谁的 金光瑶补充道 阵法开启时 就有一些人何疑 凤少君说过话 但是君没有回应 应不是他们 这样就更好排除了 还有谁没合 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旁的江婉淫打断道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人和他说一句话 蓝西尘微微醋眉 金光瑶也不恼 笑着点头 或者叫他的名字 应该也可以 魏无羡的绞成很快 悬门百家说话间 便到了南天门外 正在一个一个排队叫着魏无羡名字的悬门百家 在看到那 云雾缭绕中的南天门 三个大字的时候 仿佛都中了蓝家的禁炎树一般 齐齐晋升 天宫 这里是天宫 悬门百家中 很多人都看得出了神 他们似乎是才想起自己修仙之人 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走进这个门吗 可是 自祺山温是新家族摔门派之后 仿佛能飞升的人越来越少了 究竟 问题出在了哪里呢 阿线 一道清朗的男生从后面响起 众人齐齐回身看去 魏无羡回头望去 看清来人 瞬间惊喜地大声道 大师兄 魏无羡是上古凤族之主的嫡子 从小天资聪颖 在其他的小神仙 还在四处胡闹的时候便飞升了上仙 被昆仑须的墨渊上神看重 收为坐下第七弟子 而来人便是墨渊上神坐下大弟子 魏无羡的大师兄 西海二皇子蝶峰 蝶峰也很是惊喜 叫了一声 老七 上前抓住魏无羡的双肩 上下打量了一番 道 千年前 听说你下凡历劫去了 没想到今日在这见到 那是历劫结束了 魏无羡笑眯了眼 七万年前 师父已生计了那东黄中之后 昆仑须上的一众师兄弟便散了 被各自的父母接回家去 他自然也不例外 而他回到古中之后 便被父亲扔到朝堂上去历练 忙到脚不粘地 实在没时间和师兄弟们聚一聚 没想到 大师兄对他的事情倒是很清楚 可见大师兄对自己的关心 若是千年前 可能还会不觉得有什么 毕竟蝶峰一直都是如此 可是历经了千年的人事沧桑 这份没有血缘的关心就格外的珍贵 心中一暖 反手拉住了蝶峰的袖子 笑道 是啊 刚结束回来 大师兄这是要干什么去 天宫我熟 我带你去 言罢 就拉着蝶峰巷里走去 门口守卫的神将看到是他 只是躬身行礼 并不阻拦 果然是很熟 说到这里 蝶峰的脸色沉了下来 道 老七 我要去见太子殿下 正好你也一起来吧 魏无羡的脚步慢了下来 正色道 可是有事发生 他这位大师兄 或许在竖法上不是最高的 但是绝对是他们师兄弟中 最能沉住气的一位 能让他脸色不好的事情 必然不会是什么小事 蝶峰点头道 嗯 一会到喜无功再说吧 魏无羡明了的点点头 和蝶峰又加快了脚步 人族分为三六九等 在仙界中也是如此 最没有地位的 就是刚刚从人族或妖界 飞升上来的小神君们 再就是没有飞升上仙的仙族后裔 也就是说 生下来就神仙的小神仙们 然后是已经飞升上仙的神仙们 无论你之前是人 是仙还是妖 只要飞升了上仙 就提高了在仙界的地位 飞升了上神 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 数量不多而已 而地位最为崇高的 就是上古神族 上古神族目前只有龙族 也就是天族 凤族和湖族的地位最为尊崇 各自所居住的地方 也是大不相同 上古三大神族 均推崇道教 所以其建筑 更加推崇天道自然 青秋湖族崇尚隐意 遂隐居山野 其族人更是开山围动 居住其中 去过的人都有一种寂情山水 世外桃林之感 又被世人称仙香 至于凤族的七夕地 曾有人在书中写道 春山之则 水清出泉 温和原风 飞鸟百兽之所以 而凤族人则是在 不动山上一草一木的基础下 建造宫殿 力求达到虽游人作 晚自天开之感 而龙族自称为天族 更喜欢追求天人合一 所以将宫殿高悬于九天之外 也就是世人所说的九仲天 而这九仲天 也更为世人所熟知 所以玄门百家的人 就在魏无县的带领下 见到了只有在书中 才能看到的天宫 曾成千里 玉楼十二 穷华之雀 光碧之堂 左是仙女 右是仙童 相较于凤族的筑地 这里更像一座皇家宫殿 华贵美丽 端庄威严 就在众人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 听到魏无县轻轻 移了一声 道 今天的天宫 似乎格外热闹 这话不知在问谁 还是在自言自语 但是有蝶蜂在 怀西自然不会说话 于是听到蝶蜂道 天君的寿臣快到了 就在这几日 魏无县饿了一声 这种事 他还真是不记得的 都是锦叔在身边提醒 按理说 天君寿臣他们凤族 就算是没有人到场 李氏一定要到的 更何况 他这个凤族太子 就在人家的地盘上 不过 也没关系 天君做寿 一般都是做七天 前三天是准备工作 和各路仙家齐聚 中间的一天是正日子 后三天是尾宴 看情形 今天应该是第一天 因为这一路遇到的仙家 一般都是本就住在天宫里的 外来的不多 魏无县低声道 怀西 你去看看 看看咱们的礼物送来了吗 怀西应声道 是 便转身去了 喜无功 天族太子叶华君的住处 见到两人 门口守卫的天 将回去通报 不多时 便迎来两位小神官 一身尽装的是 司战兴君教天书 一席文官打扮的是 司墨兴君教家云 天书和家云一面 将两人迎进来 一边解释道 请凤少君和蝶峰上先稍等 太子殿下去 带小殿下去清秋小柱 我们这就去请他回来 魏无羡听到去清秋小柱 唇角不由的微微上挑 蝶峰倒是没什么感觉 只是淡淡地点头道 有劳 天书去找叶华 留下家云招待两人 带到了叶华办公的 紫辰殿中安座 仙娥奉上香名后 便退下了 魏无羡听着蝶峰和家云说话 不知不觉中静觉有些困倦 他本就是席地而坐 身子一歪 一手之头 就这么打起盹来 蝶峰察觉身边有意 转头看去 见他睡了也没说什么 只是向家云打了个手势 不再说话了 蝶峰和他师兄弟数万年 深知他的性格 如果不是很累 就算再熟 也断不会在人家办公的地方打盹 而魏无羡也确实是累了 从历劫回来 就没有好好休息过 不知不觉中 已过了一天一夜 怎会不累 天书的速度很快 一斩茶的功夫 夜华便回来了 魏无羡在夜华迈进店门的时候 就清醒了 坐直了身子 夜华看了他一眼 伸手请他上座 魏无羡摆摆手 道 不必客气 这里挺舒服的 他与夜华皆品相当 辈分上又高于后者 请他上座自然是应该 但是一来蝶峰在这里 他本就坐在前面了 再去上座就自抬身份了 二来 这地座有扶手 他懒洋洋地歪着 确实比上面舒服 夜华与他相识多年 不多废话 坐在首座上边问道 何事 原来 那日的东海夜宴蝶峰 和他们在昆仑须上的 十六师弟子兰也去了 回来的途中竟然遭到刺杀 据观察得出结论 很大的可能来自异界 魏无羡和夜华剧 是面露惊异的神色 玄门百家听着这三人的对话 似懂非懂 有人问道 异界 那是什么地方 蓝溪尘沉声道 应当就是魔族 众人均是倒吸一口凉气 魔族 按照蝶峰的说法 应是在凡间遭遇了刺杀 那就是说魔族已经到了凡间 平时打个凶狮或山精也怪倒也罢了 这魔族要怎么办 想到这里 玄门百家不由地担心起自己 下界中的家人们了 这夜华太子似有钥匙在身 来去匆匆 只谈了一会 便又匆匆地走了 直到一会便回 请二人稍坐 相比于自己的情节 一界中的傀儡截杀上仙一事 更值得他关心 毕竟他的授业恩师墨渊上神 便是和一界的一军大战一场 魂飞魄散了 而他也参加了七万年前的那一场大战 本视频由边外疏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六集 那一场战争的惨烈 他至今难忘 魏无羡有些不解到 一界不是早已归顺天族 难道是又有了反心 可是如今的义军也不像有那新的人呢 蝶峰喝了一口茶 道 不知 也不合理 如果他们有反心 三百年前东皇中有异动的时候就应该有动静了 怎么会那时未动 现在才动 魏无羡一惊 险些站起来 道 三百年前东皇中有异动 蝶峰点头道 嗯 不过已经没事了 被青秋的白浅上神又封印了回去 老七 听到后面 魏无羡被口水呛了一下 蝶峰看了他一眼 道 怎么 不相信是你表妹封印的 信 怎么不信 就是因为太信了 才会被呛到 当初他这小表妹化成男儿身 与他同拜莫冤上神门下 这封印东皇中的方法自然是知道的 现在他才知道 小五这莫名其妙的演技是哪来的了 又过了一阵 叶华又返回 三人商量了一下对策 便散了 与蝶峰一起迈出门口 魏无羡道 大师兄 一会等怀西回来 我就让他派人也去调查 我现在要去找连颂 就不与你同行了 蝶峰点头道 好 我们有空再聚 两人分道扬镳后 魏无羡轻车熟路地来到这天足三殿下的住处 三十六重天的元吉宫 悬门百家看着魏无羡走进这连通报都不需要的宫殿 一人迷茫道 这又是什么地方 跟着魏无羡兜兜兜转转地走着 都有些走晕了 不过 有人没晕 蓝起人沉声道 元吉宫 天君的第三个皇子 掌管四海八荒的水域 水神 连宋殿下的住处 言罢 又扫过这些问话的人 意思不言而喻 上课的时候都听什么了 若是说胡族和凤族的神仙 他们不认识 还情有可原 毕竟书上记载的不多 但是 这九中天的神仙 是最耳熟能详的 怎么也记不住 蓝起人瞪眼 心中已经盘算着 是不是等回去以后 要抓这些人回回炉 魏无羡抓住一个侍从问清了 连送在何处之后 便更加轻车熟路地向离走去 不多时 魏无羡一转 眼前舒然开阔 映入众人眼帘的 赫然是一片在风中 摇曳生姿的莲花池 莲花池边 一个身穿白衣玉带 脚踏白底紧靴的男子 背对着众人 躺在摇椅上 正惬意地摇着一把通体漆黑的折扇 那人身侧立着两排小公鹅 一名公鹅 正把一杯煮好的茶端过来 想来 这便是水神连送了 有人好奇水神的长相 于是带着胆子 走在魏无羡的前面 去看连送的模样 神仙都有一副好皮像 连送也不例外 面容极其俊美 比那凡间庙中供奉的神像 可是好看多了 闭着眼睛 唇边戴着一抹柔和 却又有些疏离的笑意 魏无羡走近后 抬手指住公鹅们行礼的动作 接过端过来的茶盏 亲自把茶端给连送 连送似乎是感应到了 有人走过了 伸手便等着茶盏入手 却迟迟不见动静 一睁眼 便愕然看见许久未见的至交好友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品了一口本该给自己的香名 笑道 好茶 连送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惊喜道 阿县 你回来了 公鹅已经搬过来另一把摇椅 放在了一旁 魏无羡把茶放在两把摇椅中间的小茶几上 拍拍连送的肩膀道 嗯 我回来了 像是知道接下来连送会问什么 继续道 刚回来的 连送捶了一下他的肩膀 笑道 算你小子有良心 两人一前一后坐在摇椅上悠然地晃着 公鹅此时又端来一杯煮好的茶水送来 连送支起脑袋 打趣道 在人间认识了哪些美人 说来听听 魏无羡拿起他的扇子白弄着 随口道 没有 不等连送说话 他正色道 我立的节可能有问题 你和思命的关系好 帮我问问 听他这么说 连送不由地也挣了脸色 先让公鹅去请思命过来 才好奇地问 出了什么问题 魏无羡把哲颜的猜测说了一遍 连送刚要说话 就听得公鹅来报 思命兴君到了 魏无羡和连送君是一阵 这么快的吗 说话间 只见公鹅引着一名身穿青灰色长袍 手持竹简 做文官打扮的男子来到两人面前 来人正是思命兴君 思命先是向两人行礼问安 才笑道 那日远见天边有五彩霞光闪烁 小仙掐指一算 便知是奉少君历劫归位了 魏无羡忍君不禁 道 那我这命里少了点什么 思命可算出来了 思命道 这是自然 不然小仙也不会出现在这了 原来不是请来的 竟然是思命自己找来的 难怪这么快 给思命拿来一把椅子后 一众公鹅齐齐退下 思命坐下后 犹豫了一下 才道 少君 小仙斗胆问您一个问题 虽然思命 但是很是重要 思命 连颂来了兴致 不仅连颂来了兴致 连悬门百家 都悄悄竖着耳朵 魏无羡先是美好气地 横了连颂一眼 才点头道 你问 思命斟酌了一下用词 道 您下凡之后 可与女子有过肌肤之亲 魏无羡 是挺私密的 不过 既然思命说很重要 想来是和那情节有关 魏无羡摸摸鼻子 闷声道 没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两道不可置信的声音同时响起 不过却不是两个人说的 第一个声音是连颂的 只见他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眼睛瞪得老大 仿佛看见了什么世上奇景一般的震惊 第二道 却是来自玄门百家的一众人群 齐齐叫喊出声 因为自从魏无羡带着温氏 众人上了乱葬岗之后 什么夷灵老祖抓女子 进行双修大法 什么夷灵老祖夜遇白女之类的谣言 层出不穷 他怎会没碰过女子 魏无羡看着连颂的反应 没好气地道 本少君可是正人君子 既没成过亲 怎么会和女子有肌肤之亲 哈哈哈哈 阿县你 哈哈哈哈 没料到 此话一出 连颂竟然是拍腿狂笑 魏无羡羞脑道 笑什么笑 连颂擦拭着笑出来的眼泪 勉强道 我的天 你在昆仑须上和墨渊上 神修童子功也就罢了 怎么到了凡间还个童子 修童子功自然是开玩笑的 他们这胎生的神仙不讲究这个 但是昆仑须上万年修行 因为没遇到过动心的人 确实也是没往那方面想过 不知为何 他竟然被连颂笑的有些羞了 端起茶水来喝 想掩饰一下自己的窘迫 怎料 私命竟然又问了一句 女子没有 那男子呢 扑 魏无羡一口茶喷出 一点没浪费地 喷在了连颂雪白的衣巾上 这回连颂不笑了 呃 悬门百家意识一片漠然 这个神仙都都这么开放吗 蓝忘机的眼中 却闪过一丝期待 他很期待魏无羡的回答 魏无羡现在不是没好气了 而是头都疼了 无奈道 也没有 私命点头道 那就对了 连颂手上捏了一个绝 清除了身上的污渍 其道 怎么就对了 私命向脸色已经十分不好的魏无羡道 少君可记得 您下凡后第一室遇到的那个皇帝 第一室的那个皇帝 魏无羡沉吟了一下 点点头 那个小皇帝呀 怎会不记得呢 他杀了他全家呢 私命见他点头 继续道 小仙来之前 仔细查过您这六世的气韵 等等等等 连颂打断道 六世 不是七世吗 魏无羡此时好像也才恍然地想起 确实是少了一世 私命见两人同时 看向自己 不紧不慢地道 别急 听小仙慢慢说 这凡是要历劫千年才能回的神仙呢 一般都是要历经七生七世的 体会人生七苦 一世一劫 一世一苦 而少君下凡千年 分别经历了生 老 病 死 愿增会 爱别离 六世轮回 这最后一劫求不得 也就是情节没有经历 便直接飞升回味 不是因为出了岔子 而是因为被别人挡了 魏无羡一脸茫然地道 啊 谁给挡了 连颂也震惊了 道 这也行 这人对你是用情置身 还是恨之入骨啊 这前一句是问的私命 后一句是对着魏无羡说的 挡情节 有两种可能 一是希望这人永远都是自己的 二是希望这人终身都得不到幸福 私命思索道 说实话 怎么挡的 小仙不知 只是推测出来 大概是被人挡了 不然不会这样的 连颂的兴致已经被高高吊起 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怎么推测的 魏无羡也从茫然转为不解 问道 那和小皇帝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是当初那个皇帝 害死他还不够 还诅咒他 生生世世没有爱情 想到这 魏无羡竟然有点郁闷了 这人这么恨 等等 那个小皇帝 他 他 他 千年记忆慢慢回笼 那个皇帝的脸 在他的脑海中慢慢浮现 魏无羡震惊地发现 为什么竟然和蓝湛有着八分相似 阿县 少君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七集 魏无羡 阿 魏无羡输地回神 什么 连颂问道 你在想什么 魏无羡没有回答他 站起身来问思命道 你刚刚说什么 思命回道 小仙刚才说 应该是有关系的 魏无羡不语 只是紧盯着他 思命继续道 小仙查道 少君在第一世身陨之后 那皇帝便供奉了一座如来神像 日日祈祷 足足祈祷了一百年 在场所有的人都再次震惊了 不管是天上还是凡间 都知道这样一条规则 大多数神仙的法力 来自于信徒的供奉 如来佛祖自然一世 这四海八荒信奉如来佛祖的人 多如过江之计 怎么去一一满足 但是皇帝是例外的 皇帝的命格 自然是人界中最为尊贵不凡的 佛祖自然不会视而不见 更何况他还求了整整一百年之久 别说一个小小的愿望 如来佛祖亲自入梦来见 都是有可能的 听思命继续道 他求了什么 佛祖有没有答应 小仙是不得而知 但是那之后 少君所有的情节 都在小仙的气韵步子上消失了 所以 所以 才会猜测 是不是和那个皇帝有关 最重要的是 要想挡情节 须得为无限之前 就是干干净净的 才能成功 思命之前这一问 无形中也算是证明了 那皇帝求了什么 为无限无脸坐回椅子中 连宋昼眉道 这叫什么事 难不成还要西天找佛祖一趟 思命点点头 道 只能如此了 问问那皇帝求了什么 我们才知道 要怎么补救 为无限仰躺在摇椅中 随手拿起连颂的折扇盖在脸上 不想说话 头疼 真的很是头疼 椅子轻轻地摇着 摇着摇着 为无限竟然迷糊了起来 恍惚间 好像回到了千年前的时候 第一是 他的劫难是七苦中的怨憎慧 这个故事还是很俗套的 是一个忠君爱国之人 被陷害惨死 这要是放在凡间的茶楼里 能赚一票大姑娘小媳妇的眼泪 小五说 思命不在凡间写话 本子真真是屈才了 千年前 他脱生在一个王侯之家 因种种利益关系 他在五岁时送入宫中 给太子做伴读 恍惚中 魏无限还记得那年夏天 小小一团的他 被带到宫中见太子 那室的他虽然年纪小 但是很是调皮捣蛋 他没有乖乖的人工人带着 而在半路上跑到了御花园中采花 被人发现了也不怕 笑着跑着 让后面的人追他 因跑得太欢快了 没有看路 直直地撞到一人怀中 惹得其他人纷纷惊呼出声 一众宫女太监 手忙脚乱地 来扶起这两个金贵的小主子 小线线抬头望去 却望尽了一双 仿若琉璃灿若星辰的眼睛 小团子看着压在身下 和自己一般大的男孩 咧开嘴 笑弯了眼 道 我采的花 分你一半 要不要 那男孩没说话 但是未无限至今都记得他眼中的笑意 少年人的友情是最纯净的 没有任何利益在里边 在人前他是太子伴读 镇南王家的小柿子 人后他们就是穿过一条裤子的兄弟 可是 画本子里的故事 从来都不是顺风顺水的 人生不如一之事十之八九 十五岁那年 叛臣谋反 谋杀了老皇帝 和他一般大的太子兄弟 仓促登基 内忧外患 一时之间 竟不知该信任谁 谁能带兵平叛 镇南王是武将出身 祖上是随着皇帝南征北讨 才正来的王位 此时的镇南王夫妇 早已披挂上阵 去了前线 但是叛臣勾结他国 两面家机 北疆已是岌岌可危 镇南王家的小柿子主动请英 对年轻的帝王说 让我去吧 征战五年 他安内 他攘外 两人携手缔造了一个盛事 可是 就在他终于平定了 北疆整军回朝的时候 一道降罪的圣旨 从天而降 理由是 他的父母与反贼勾结 这怎么可能 当年可是他父母带兵平了叛臣 更何况 他心底更不相信的是 他那做了皇帝的好兄弟会定他们的罪 他连夜快马加鞭地赶回去 却得到了全家被已被斩首的消息 而捉拿他的官兵已在路上 他勃然大怒 只觉自己对那人所有的信任都是笑话 副将劝自己先逃 可是他却已经愤怒地听不尽任何的劝谏了 提剑便杀入皇城 就在渐渐对准那人的喉咙时 他却手软了 下不去手了 望着那双从小到大 自己都百看不厌的眼眸 心软了 他恨 真的好恨 恨自己无能 恨他的无情 更恨自己为何下不去手 悲愤交加之下 他自吻了 那一事 他最后的印象 就是那小皇帝撕心裂肺的叫喊 不要 魏英 魏英 谁 谁在叫他 蓝湛 魏无羡呼得睁眼 满头大汗 为何 他会听见蓝湛的声音 是的 他没听错 就是蓝忘机 玄门百家自然没忘要找到 谁能让魏无羡听到声音 兜兜转转地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蓝忘机 玄门百家所有的人都尝试地叫过了魏无羡的名字 只有蓝忘机没叫过 但是诡异的是 竟然没有人敢让蓝忘机叫一叫 外人不敢说 与蓝家相熟的人 比如金光瑶是不好意思说 江城是不想说 蓝是众人则是 蓝起人则是有些痛心疾首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隐隐有了猜测 后来听到蛇眼的分析 心中又抱着一丝侥幸 希望这个阵法上沾染的鲜血不是蓝忘机的 如今看来 哎呦 不行了 心脚痛了 蓝起人年轻的时候也曾游离四方 一次业烈途中遇到了厉害的邪碎 被一个隐世的高人所救 闲谈中曾提到过这个阵法 这个阵法之所以能开启 除了折眼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画阵之人和滴血之人要互相爱慕才行 否则 那就不叫条情 而是偷窥了 如今 看着睡梦中被梦魇的魏无羡在自家侄的呼喊下醒来 简直都要窒息了 玄机又松了一口气 看来自家侄也不是一厢情愿的那一个 哎 可怜他老人家一把年纪还要操心这种事 相较于蓝老先生忽青忽白的脸色 蓝忘机的脸色还算是稍微好一点的 此刻 他正立在魏无羡的床前 不知在想些什么 魏无羡定了定神 他茫然无措的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清明 这是哪 盯着那华丽的紧张看了半天 耳中一片安静 连一丝呼吸声都欠缝 他坐起身来 揉揉额头 唇间含着一个名字 九要 这是那小皇帝的名字 九要 时隔千年 我们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清 为什么你和蓝湛那么像 魏无羡有些迷茫 他坐直身体 靠在软垫上 恍惚间 他竟然有些分不清 到底是小皇帝在叫他 还是蓝湛在叫他 不过 是谁都不重要 因为这两人都不在 幻觉罢了 无力望天 当年的事情他早已释怀 他死后既没有成为厉鬼 那就说明那一世的他不恨 不愿 只想远离 如今就是重提 不过是徒惹心乱罢了 拉开紧张看看 魏无羡确定了 这是元吉宫中他常住的一间偏店 打了个哈欠 柔柔还有些发胀的额头 抬手拿起了靴子 这时门外有一道人影悄无声息的站立 恭敬道 少君 您醒了吗 啊 进来吧 魏无羡懒懒的道 是怀西回来了 推门而入 手中还脱着一套衣服 魏无羡微一侧头 问道 我睡了多久 怀西回道 两夜一天 您在莲池那就睡了 是三殿下把您带回来的 两夜一天 魏无羡打着哈欠的动作微微一顿 他睡了这么久啊 说起这个事 玄门百家的脸色也是精彩分成 当时看见魏无羡在摇椅上睡了 连颂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挥手 他们就在这了 魏无羡也躺在了那张床上 嗯 这个做法很神仙 一手托起怀西 一手拿起托盘上的衣服 道 怎么还给我带了一套衣服 怀西道 您忘了 今日是天君寿宴的正宴 这是给您新做的礼服 就一起带过来了 正是场合要新制的礼服 才显得郑重 哦 对了 今日该是正宴了 他既然在天宫 那就不能不参加 怀西一边服侍他 换上带过来的衣服 一边道 我刚过来的时候 三殿下叮嘱您 要是醒了 稍等一下 他回来和您一起去 见他要换衣服 悬门百家 纷纷矜持地转过身去 蓝西尘有心拉自己弟弟向后 可蓝忘机比他更快一步地后退 微微侧身 垂下眼帘 蓝西尘把手收回 行吧 弟弟不想远离心上人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八集 不过 趁着悬门百家纷纷转身的空隙 蓝西尘悄无声息地挪动了一下脚步 绕到了蓝忘机的身后 果然 因为是天君的寿宴 所以这次的服饰 比上次参加东海夜宴的时候要繁琐一些 更要搭配一些配饰 方显正式 这套礼服 是以赤色滚金礼衣打底 外披悬色长袍 铜色青纱 广袖长袍外搭 腰悬紧带玉佩 端蒂式华贵庄重 又隐隐透着一丝风流潇洒的韵味 魏无羡记着左一层衣带 右一层紧带的 随口问道 连宋干什么去了 怀西一边帮他穿好衣袍 一边道 我来的时候 听说喜无功中出了事 天君和太子殿下都赶过去了 三皇子也去了 魏无羡失笑道 怎么哪哪都有他 许是怕隔墙有耳 怀西犹豫了一下 还是赴耳上前 和魏无羡低语了几句 玄门百家友一听 却又都不好意思向前去 最后 竟只有一直站在床边 看着魏无羡 没动地方的蓝忘机 听了个拳 只听魏无羡诧一道 此事当真 怀西道 应该不差 魏无羡有些欢喜雀跃的道 我们出去看看 怀西 您这么爱看天族的热闹吗 穿戴整齐 魏无羡一撩衣袍下摆 潇洒地迈出门去了 走在半路上 魏无羡就见到前方 鸣晃晃的一大票的人 赶紧驻族 正是这天族之主 天君 眼看着以天君为首的一众人 越走越近 魏无羡攻身行礼 朗声道 魏无羡参见天君 恭祝天君日月昌明 福寿无疆 生辰极乐 听魏无羡喊着天君 悬门百家所有人 包括蓝忘机在内 都纷纷下跪行礼 他们修的是道家 拜的就是这以天君为首的 天族神仙们 再就是三清了 以前见到神像 都要拜一拜 更何况 现在是活的了 玄门百家有人好奇地 抬头去看 想看看本尊和神像是否一样 可奇怪的是 他们看不清这天君的脸 只能看见一层耀眼的灵光中 有人影闪动 殊不知 这不是一般的护体灵光 这是经过了八十一道荒火 和九道天雷淬炼的无上神光 这四海八荒 只有三人才有 一是天君 二是凤帝 三是胡帝 这是 只有这上古三大神族的统治者 才能拥有的护体灵光 凡人肉眼凡胎 自然是看不清的 天君本来脸色很是不好 但是见到魏无羡 也稍微正了正自己的神色 微笑道 是无羡啊 快不必多礼了 这是来找连颂玩啊 最后一句很是敷衍 魏无羡像是没见到天君脸色不好的样子 笑脸相迎的道 我这刚从凡间历劫回来 就立马来给您请安了 找连颂是捎带的 这一番话说得十分有拍马屁的嫌疑 偏偏他这张脸生的俊美 叫人明知是拍马屁 也拍得甚是舒服 天君脸上颜色瞬间又好了几分 虽然不再笑了 语气却温柔了不少 点头道 无羡有孝心 你刚历劫回来辛苦了 去好好玩吧 别客气 魏无羡像天君眨眨眼 道 我当您这什么时候客气过 天君哈哈笑道 好 好 这天君甚是在意上古三大神族之间的关系 魏无羡又是凤族太子 能与他亲近天君 自然老怀为安 魏无羡攻身送别天君后 玄门百家亦是纷纷站起身来 魏无羡还未转身 啪的一下 被人用折扇在肩头上敲了一记 正是连颂 魏无羡望着天君已经消失的背影 道 喜无功什么情况 连颂与他也不见外 叹气道 我二哥又被收拾了呗 魏无羡皮笑肉不笑地道 收拾得好 说完就要往前走 却被连颂在后面拉了一把 转头骑道 你干什么 连颂有些无奈道 别去摇池了 今日天君心情不好 正宴推迟了 魏无羡眨眨眨眼 哦 又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 可是又被一把拉了回来 魏无羡 你又干嘛 连颂道 你干嘛去 魏无羡道 自然是看看帝君去 这九重天上 虽然是以天君为尊 但是还有一个东华帝君 而魏无羡与帝君的关系也不错 上了天宫 自然也要拜访一下 连颂道 别去了 帝君也下凡去了 不在 魏无羡 行吧 我那回去了 刚要抬脚就走 再次被人拉住了手臂 魏无羡 看着他一脸无语的表情 连颂笑道 想跑 魏无羡假笑道 你想多了 连颂笑得比他假 道 那就走吧 去我那 像是怕他跑了一般 连颂手臂跨着他的手臂 笑得越发的和蔼可亲 道 走走走 我请你吃酒 你好不容易来一次 怎么也要小住几天 等过了天君的寿宴再走 魏无羡无奈被连颂拖着走了 这时 玄门百家中有人终于按捺不住 道 那个 韩光君 这天上一天 凡间一年 我们来了已经不知道多少时日了 要不您就 看着蓝望鸡那冷若冰霜的脸 这话越来越说不下去了 蓝西辰倾刻一声道 说的是 但是现在为 凤少君身边有人 不如我们等一等 毕竟我们不知其他神仙知道我们的存在 会有什么反应 这话说的也对 他们来这里许久 听到了不少神仙之间的密室 万一这么神仙没要杀人灭口 想到这里 众人不禁都打了一个寒劲 住嘴不再说话了 毕竟这些上仙上神们 要杀他们 可是比捏死蚂蚁容易 而蓝西辰则是暗暗抹了一把汗 看着自家弟弟死死盯着 那个跨着魏无羡手臂的手臂 而此时的魏无羡不知为何 鬼使神差地将手臂抽回 微微拉开点距离 道 三殿下很闲了 虽然一脸嫌弃 但是还是跟着连颂去了 连宋哲善摇得潇洒 道 你这情节打算怎么办 私命说了 这是可大可小 魏无羡脚下顿了顿 然后继续走 揉了揉太阳穴道 说实话 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从来都没想过 非生回来还要和凡人打交道 这番话一出 玄门百家心中五位杂陈 他是神 还是一位上神 凡世间的过往种种 于他来说 不过是过眼云烟 所有的爱恨情仇 不过是他为了体验 人生凄苦所过的劫难 劫难过了 非生归位 他与他们就没有了任何关系 他们之前所有的担心 所有怕魏无羡报复的小心思 此时都显得有些可笑 连颂与他并肩而行 道 你要不要听我分析分析 魏无羡果断地道 不要 开玩笑 以连颂这个花花公子的性子 就算那个小皇帝所求之事 和情爱没什么关系 最后也要被他扯到那上面去 他才不要听 连颂 我说 连颂闪神兰在他面前道 你确定你拜的师父是墨渊上神 而不是如来 墨渊上神 听到这个名字 玄门百家的反应 又是奇奇震撼了一把 魏无羡竟然是墨渊上神的弟子 之前也听到他说过 关于昆仑须的事情 早应该想到的 不是吗 魏无羡假笑道 你厉害 你厉害 搞不定成欲 这回轮到连颂脸上的笑意一将 凤少君 你这么聊天 真的好吗 魏无羡认真的道 我确定是你起的头 行吧 天族三殿下反省了一下 很实实物地转移了话题 道 想知道你白家小表妹 和我家叶华的爱恨情仇吗 悬门百家 聂明觉额上的青筋隐隐跳动 这些神仙这么闲吗 当然 他这个问题 没人能回答他 为了避开一些人 魏无羡和连颂两人 是绕了一圈 才回到原济宫的 迈进宫门口的时候 连颂的叶华太子的苦情史 也讲完了 魏无羡拍手道 精彩精彩 不亚于凡间的话 本子好听 不 笔画本子上的故事 更曲折好听 连颂哑然失笑道 你都不心疼 你表妹的吗 魏无羡挥挥手道 哎 我和小五修的是逍遥派 讲究的是随性洒脱 你既然都说了 小五喝了折颜的忘情药 那就说明 他对之前的事不愿记得 不愿提及 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我为什么要去纠结不放 连颂眼中一闪 轻声问道 小五就是白浅吧 你和他一起修行 魏无羡猛的住口 似乎感觉自己说漏了什么 赶紧不就道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娘说过 你要记着别人对你的好 不要去记你对别人的好 不然 我们这一生浩浩商商的数十万年 岂不每天都要过得很辛苦 连颂蜜眼看了看他 也没再深究 点头道 走吧 天宫新酿好的酒 天君寿宴刚开封的 尝尝 魏无羡欣然点头前往 这几天 他都是在原集宫里住的 凤帝携凤后云游去了 凤族的事物自然就要他这个太子来打理 所以连送给他流出的不是一间客房 而是离主店不远的独立的宫殿 怀西又跑了一趟 回九七谷拿了一些未无限日常必需品和衣物 又交代了锦叔这几天都把公文送到这里来 不过 这就苦了悬门百家 既着急想出去这个结界 又不敢催蓝旺姬 而蓝旺姬则是漠视一切 投向他急切的目光 尖口不严 不知在想些什么 蓝西尘有些明白弟弟心思 只是不便明说 只能解释说 蓝旺姬在寻求一个好时机 请大家稍安勿躁 悬门百家也是迫于蓝旗仁和聂明爵在场 不敢逼得太紧 只好妥协 而金光扇这面 则是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不敢再往前凑了 凡事都让金光瑶出面 若是没有凡间的时间对比 这仙界倒也是和凡间一般有白天有黑夜 白天 悬门百家看着魏无羡批示公文 或者去和连颂下棋喝酒 夜晚 魏无羡休息了 他们就席地而坐 打坐修炼 虽然他们在结界内 触碰不到人和物 却也不耽误修炼 忽然间 悬门百家发现 似乎很久没有这么静心修炼过了 既来之则安之 也就没有之前那么急躁了 中间有一天夜晚 蓝旗仁曾悄悄找过蓝旺姬 询问他后辈的借边伤势 蓝旺姬微微摇头 事宜已经没事了 蓝旗仁甚是惊奇 戴上来那天蓝旺姬还重伤难行 时至今日 竟然好得差不多了 只留下了些许痕迹 不知是因在先见 还是这阵法的原因 不过 不管是为何 伤好了就好 这日 终于到了天君寿宴的正日子 魏无羡换了一席云水色的礼服 和连颂一起去了瑶池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七世之恋 第九集 瑶池为天地之鉴 画云为水 广布天宫之地 视为一重天 期间亭台楼阁 荷花摇曳 仙气缭绕 既是天上神官们开办宴会 论坛的好地方 更是一个凡间也耳熟能详的地方 所以一到这里 玄门百家心中暗暗低呼 摇持仙境 魏无羡和连颂一到这里便 见到了不远处 太子叶华和思命 新君正在续话 连颂折扇微止 魏无羡会议 其步向那两人走去 见他们二人到来 叶华和思命也停止了说话 纷纷行礼 魏无羡点头示意 算是回礼 玄门百家看见魏无羡四人 已经站成一圈开始说话 也不好凑上去听 只得好奇地四处打量其他仙人 不知为何 他们附近的美貌仙子 竟是越来越多 他们身处其中 有些话不想听 也得听 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怎地又来了 两位身着一红一黄的仙子 手玩手十分亲密地 在说悄悄话 可不巧 他们正站在 玄门百家的心中点上 为了维护自己的君子形象 众人倾咳一声 纷纷离那两女退开几步 可是这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 先问话的是红衣仙子 黄衣仙子语带羞涩地回道 这不是那位来了吗 红衣仙子祈祷 哪位 黄衣仙子先先御指清台 眼面道 就是站在三殿下身边的那位 红衣仙子顿时眼前一亮 道 那位神君是谁 心尽非生的吗 好句呢 黄衣仙子拉了拉她 示意她小声些 才道 那是凤少君 听到凤少君三字 玄门百家下意识看了那两个女子一眼 又看了一眼魏无限 红衣仙子的眼中光芒更亮了 问道 就是传说中 三万岁就飞升上仙 七万岁飞升了上神 英勇善战 才智双全的凤族太子殿下 听她细数 黄衣仙子似乎更加羞怯了 却看向魏无限的次数 更加的频发了 点头道 就是她 少君向来身居简出 就算是来了天宫 不是在三殿下那里 就是在东华帝君那里 平日里是见不到的 说到这里 那黄衣仙子像是鼓起勇气 拉了那红衣仙子向魏无限走去 气势很足 但是到了魏无限这里 也只是躬身行礼 头都不敢台便匆匆地走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悬门百家便又目睹了摇尺里的仙子 在魏无限这里各种偶遇 请安 叙旧 看着魏无限越来越冷的脸色 一旁的连颂和私命 一副看热闹看得十分欢快的样子 悬门百家亦是哭笑不得 就在魏无限终于受不了 打算甩手走人的时候 叶华坐下私站的天书星君来了 向众人行礼后 转向叶华道 太子殿下 清秋米谷求见 魏无限脚下一顿 米谷 叶华点头示意 天书带人过来 魏无限预感不好 便不再走了 只见米谷形色匆匆 见到叶华后依然是满脸忧色 魏无限奇怪道 米谷你怎么来了 米谷见到他在 脸上一喜 欲言又止 魏无限瞬间懂了 拉着米谷和叶华 走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米谷马上急道 太子殿下 少君 快去帮帮我家姑姑 他自己单枪匹马地 杀到大子民宫去了 魏无限大惊失色 叶华更是失声道 你说什么 米谷继续道 那一后劫走了墨渊上神的仙体和小天孙 我家姑姑急红了眼睛 就杀了过去 话音未落 魏无限和叶华点 齐齐转身向外走去 两人的脚步骑快 悬门百家近乎是被拖着走 各自用上了自家的轻功法门 才看看不被摔倒在地上 一出南天门 魏无限和叶华齐齐化作两道流光 向远方飞去 悬门百家只觉眼前一花 便落了地 这次的速度胜过以往的每一次 刚一落地 只见满地的一族士兵的尸体 还不等两人喘口气 厮杀声又传了过来 魏无限当机立断地道 叶华 你去救小五 我来断后 叶华也不推让 点头道 好 眼见一族之人越来越近 魏无限手中长笛一转 瞬间化作了一把古朴的长剑 随便 仙门百家众人 不有纷纷倒吸一口气 这是怎么回事 陈情化作了随便 兰华人眯了眯眼 道 我明白了 聂明觉道 您明白什么了 其他人虽没问 但是也纷纷竖起耳朵听 只听兰华人道 或许 这陈情和随便本就是一体 侍卫 凤少军的法器 因他下凡历劫而追随 化作了随便和陈情 不过 这个随便和凡间 他们见到过的随便 又似乎不太一样 剑身还是原来的古朴 大方的样子 但是此刻在魏无限手中 似乎更长 更宽 还多了凡间时 没有的金红色的光芒 随着魏无限挥出去的 每一道剑芒 都有着横扫千军 势不可挡的气势 玄门百家说话的功夫 魏无限和叶华两人 已经是杀入了这群凶神恶煞 面目猙獰的一族将士中了 叶华在前 魏无限在后 手中的长剑 虚化出道道剑影 宛如漫天的星辰 照亮了阴寒森冷的大子民宫 剑芒所过之处 无意生还 杀得血肉横飞 惨烈至极 玄门百家身处之中 虽然知道碰不到自己 亦是心惊胆战 再说魏无限这两人 虽然没有并肩作战过 但是修为不相上下 又相交多年 配合起来 自然也是很顺利 可是 叶华一旦找到突破口突围出去 魏无限的背后 瞬间空门打开 小心后面 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进魏无限的耳中 来不及细想 几乎想下意识地 拿见横扫身后 医生们哼在身后想起 魏无限转头一看 一名异族将军装扮的人 被他击中倒地不起 有人在帮他 可是 此时此刻 根本没有时间让他思考 异族士兵如狼似虎的 一波接一波地杀过来 双拳难敌四手 就算英勇如魏无限 也难免要相行见处 左面 上面 后面 一个接一个的方位 传入魏无限的耳中 他精神一震 想都不想就照做了 对于这个声音 他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而事实证明 听从这个声音的魏无限 几乎不用眼睛去看 便能顺利地挡住 每一次的致命攻击 当 在魏无限又一次 用剑劈飞了一个将领后 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此时的他已经是浑身浴血 点点血液在他云水色的礼服上开花 不过敌人的血居多 他自己身上的伤不重 魏无限没有休息 而是将随便插入土中 双手飞快的凌空结印 大喝一声 万箭归一 他喊得的是万箭归一 可是随便却见身大阵 瞬间画出千万个随便 流星一般的杀入剩余敌阵之中 瞬间 一片死寂 争 随便归翘 魏无限终于得以喘息 深吸几口气道 蓝战 是你吗 蓝忘机在悬门百家的注视下回答 是我 魏无限的眼睛默然睁大 师生道 你怎么在这 看着四处寻找的魏无限 蓝忘机道 别找了 你见不到我的 我被一个阵法困住 你看不到也碰不到的 魏无限停下脚步 茫然道 什么阵法 蓝忘机道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先办事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再和你说 魏无限奇怪道 难道 你一直跟着我 蓝忘机道 嗯 这个阵法 将我们困在你身边五十米的范围内 我们 魏无限停下了已经前进的脚步 还有谁 蓝忘机道 还有很多人 一会一一告诉你 魏无限犹豫了一下 现在确实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一族的下一波攻击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来 还是先走得好 点头道 那你们就先跟着我吧 等我把小五就出来再说 说话间 魏无限已经来到了大紫民宫的正殿 刚要迈进去 只听得里面一个女人哀求的声音 还带着点色力内人语气的道 你不过是天族的太子 为了一个女人出兵 天族不会答应的 文言 魏无限瞬间火气上涨 三步并坐两步来到殿中 朗声道 他不敢 我敢 店门口 叶华怀中抱着浑身是伤的白浅 店中 横七竖八地 躺着几个一族将领的尸体 对面 是一个身穿一族服饰 却和白浅有着一般无二面容的女人 还有一军离境 见到魏无限 白浅美好气地道 表哥 等你来 我都死透了 魏无限看了一眼不远处墨渊的仙体 道 英雄救美的事 让你夫君来做就好 我负责帮你出气 言霸 上前一步冷声道 玄女 你别忘了 我也是墨渊上神的弟子 天族不敢办的事 我敢办 正当这时 晚到一步的淮西 正好冲入店中 魏无限抬手 扔给他一样东西 道 回凤族点兵十万 随时听我号令 踏平这大子民宫 淮西朗声道 是 等等 一军离境出声道 此前玄女就有些疯癫 不然也不会犯下如此大错 还望两位太子殿下 能够网开一面 夜华淡淡道 墨渊上神是我天族尊神 白浅上神是我天族未来的帝后 无而日后也要继承本君的位置 此番三人在你大子民宫 受此奇耻大辱 你说我天族的将士 会不会答应 一军眼眸一尘 七万年前的弱水之战 只是天族和一族的战争 凤族和青秋并没有参与其中 可还是险些灭族 此番玄女一起惹了这三大神族的至尊之人 看来是不能留他了 似乎是意识到了一军的心思 那一后放声笑道 哈哈哈哈 两位太子都对你这般的好 白浅你 还不等他的话说完 夜华就已经一掌踢了出去 打得他口吐鲜血横飞出去 微无限也懒得在这多呆 有夜华就够了 上前几步 背起墨渊的仙体 让淮西抱起了小阿黎 向外走去 路过白浅二人身边时 低声道 我先把师父带回炎华洞 你们善后吧 如有需要 随时来找我 会员 跑 软 快回去 收拾 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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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